这位大爷和齐白石的大弟子住一个院,年轻的时候没有收藏两幅画,非常的后悔,我们来听一听。 原来是走三条的门,三条的门后来给那个大哥哥王敏彤,那不是婉容的表姐吗,国馆都是介绍的,他们住27号,还有三哥哥,这王敏彤是大哥哥给你,再往东坡26号老门培了,孟小冬,广东在中处,这个什么,这国馆里边,这是疫情, 还开着了,他跟那谁,孟小冬跟那谁,王敏彤他们照的相片还都有,都有啊,哦,我们老门二八号,二八号你是,还住了一画画的老太太,孙宁宋昭,有名,应该是有名,齐白石拔的你弟子,您最长的那个老太太,哦,那还挺棒的,最后是文日馆馆员,哦,跟您住院,对,那您没讨两幅画,我们那小活不懂啊, 不懂,老太太跟我们买腊笔,给我们指,把您画,对,那还有好多孩子呢,画着玩儿哈,哪个孩子没学出来,嘿 为这孩子到这儿,拜过这老太太,哦,邓氞讨319 reven? 邓氧议号号,邓氧议号号号号号吗,我伯父你说,这就是你的身材闺女呢,哦哦,我再学号呢,嘿,哦,您收哪儿 真 colleghi 我从北人 原来我们归斗亚厂 斗亚厂后来就让北人给吞了 人民界厂要印刷机 印刷机 现在都归北内了 都归了北内了 那您那会儿退休工资也不太高吧 还不错 那这2008那就拿两天多了 那师傅他们比技术好 文化成功差点吧 他们就说 本来估计才1000多块钱 一点点长了 还且就不太过了 那现在你得拿到5000了 5000猪头了 5000多了 对对对 够花 是吧 够花 在这吃不动我也 是 吃不动 早吃好的 出毛病了 真是 这个猪就是小猪 有件衣服穿 且穿了 没错 像我们这专值班的街道还发我们这个衣服 哎呦呵 这衣服还真挺好的 对对对对对 等于那志愿者是吧 志愿者是吧 我们是主要是记录一下胡同里百姓生活 胡同里百姓生活不错 因为那个反映一下咱北京的新貌 新人新貌 这现在他们搞卫生的什么的 你的嫂子也都挺新 那个 挺干净的都 都挺干净的 挺干净 就是我们东路那个 那个博物馆西部那厕所 没改 没改了 那儿才窄点 应该宽点 应该宽点 好像那点是怎么想让肩膀疼来的 是不是给人给的 给钱给的少啊 还有怎么想 没疼了 没疼了 所以那个就不大是吧 不大 那些味儿 比较有味儿 比较有味儿 多么有几个厕所都改了 都挺好的 那就行 那年刘琦来来的 他还进去瞧瞧瞧瞧瞧 正好他们也是外部街坊站着这 说他们这厕所的那是太什么 他还真进去瞧瞧 那块地方可以 实在太小了 以后 以后肯定得想办法 对 今后再说了 是 所以您现在退休了 就是享受幸福生活 对对对 真好 行了 谢谢您 祝您健康快乐 好嘞 谢谢您 好嘞 谢谢 你们再走走吧 谢谢 老北京人的热情好客 北京胡同里面藏了不少的故事 不知道您今天听完后有什么感想 欢迎大家点赞留言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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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